现在这个花园里面除了植物还是植物 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所以我就买了一些摆件回来 现在我已经把它们全部拆出来了 你们觉得好看吗 现在就把它们搬出去摆到花园里 这两只兔子我打算把它们摆在这个多肉去 让它看着我这些多肉 不要被这个鸟给吃了 而且我感觉它们两根这个多肉还比较搭的 所以就放在这里 刚好这里有个空位 先放一个 再放一个在这里 怎么样 这样摆是不是还蛮漂亮的 这个休闲区必须整两个就放在这个花架上面 这里再放一个 好像这个企鹅要跟它换一个位置 它的话更高一点 这样好像好一些 这个就暂时先放这里了 因为这个花园里现在花还比较少 不知道放哪里更合适 这个大游行长势是越来越好了 现在要给它稍微牵引一下 比如说这一根这个撞牙 我就让它往这一边爬 所以就把它绑在这个竹子蓝山上面 然后这一颗枝条让它往这边爬 所以就把它固定在这里 大家看 这一个枝条还是这一个组织上面 分出来的一个侧牙 现在都比这个上面更壮了 因为这上面的影响都供给开花去了 大家看这一个枝条上有多少个花苞 1234567 这个还没有长出来 这个金银花长得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现在的话它都晕了很多很多的花类 一个侧牙上面的话都有两个花类 想象它开爆花的样子 应该非常的漂亮 这个时候它对肥的需求就非常的大 所以我给它施一下这个 醋花缓施长翘肥 因为我在上盆的时候 没有给它下底肥 这么大的盆给它来一包 这样就买好了 就让它长得这么快又这么好养 所以我打算给它一个种了 我就把它搬到这个地方来养 我是计划让它爬满这个柱子 到时候这里就成了一个金银银花柱 应该非常的漂亮 再来看一下蔬菜 哇这个韭菜是长得很茂盛了 这个樱桃萝卜也是越长越大了 这个生菜太密了 而且现在也比较大了 可以给它建苗和移栽了 我去拿着盆喝土了 土的话还是用这个酥薄土 搞瓶再给它浇透水 搞瓶再给它浇透水 也好像这个盆小了一点 我要去换一个大盆来 跟这个盆一样大 这个生菜缺光照都有点涂了 好纤细啊 这样这个盆就移满了 稍微给它们浇一点水 这个生菜苗还有很多 我把它移一些到这个竹筒花架上面去 这里之前种了草莓 好像不行 所以我就把它全部移走了 种生菜应该喂不错 拥了这么多 还是太密 我再稍微给它们整理一下 这样就整的差不多了 这一些多的实在是没地方种了 给它洗一洗喂鸟 这么嫩的生菜会不会吃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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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哎呀别抢别抢 别别吃了不要吐掉啊 呀呀呀呀呀 行不行你看都被他抢了 然后再来一个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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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抢不用抢 这么好吃呀 果然是喜欢吃啊 等他们长大了 你们天天都有生菜吃 放心 贪心 成天然都 别吐到我眼睛里来了 这么喜欢吃我都会把它们 全部放到食盒里去 你们慢慢吃 不要搞得到处都是 不要打架 有这么多还打 你们真是贪心啊 好了好了好了先吃这么多 不要搞得到处都是 这颗亚脖也是越长越大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是这种趴下来的 就不利于到时候它爬疼 所以现在我给它稍微牵引一下 把它立起来 这样就好多了 等它再长高一点 我就把它搬到它该呆的位置去 种下去的百合 进来已经冒出来了 看到吗 这个土就是被它给顶起来的 这一个也冒出来了 就差这一个了 应该明天或者后天就会冒出来 这一颗三角梅 我也给它牵引一下 让它的这个枝条长得更快更粗 这样就OK了 哇 这碗连第一片长出来的叶子都这么高了 后面又冒出了两个来 还有一个在这底下 一点点 这份天竹葵之前被砸了一下 有很多叶子砸伤了 而且整体看起来黄黄的 后面呢 我给它打了顶 又给它勤施肥之后 大家看这个侧牙上的多粗长 这个叶子多绿 除了这个肥的功劳以外 还有就是这个光照 这个藤本浪漫宝贝 之前买回来的时候 只有几个牙 还有一个粗牙 都被运输的过程中给砸断了 大家现在看 哇 长得这么这么高了 现在要稍微给它做一下牵引 它有这个趋光性 都往这边长有点歪了 这样就好多了 这颗果伤 种下去这么久 终于出芽了 可能之前它都一直在长根 现在长出芽来了 说明它就要疯狂的生长了 现在我就把它搬去苏果去 刚好把金银花搬走了 这里空出一个位子来 就放这个果伤吧 这个地方每天可以晒到五六个小时左右的太阳 对于这个果伤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这个果伤它是长日照的植物 光照越充足它长得越好 不过这样的光照它也是能结果的 只是结的果没有那么多 另外呢这个果伤它是非常耐热的 可能耐45度的高温 但是它不耐寒 像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冬天在室外可以过冬 如果是北方的话 一定要搬到室内才能过冬 今天就到这里了 好我们下次见 没关系 明天 者 他们 你 夜 authoritarian 独iğ 亮 我